炒花菜切记不要焯水和直接炒 今天教你一招 炒出来的花菜脆能入味 好看又好吃 特别的下饭 先把花菜用剪刀剪成小朵 这样碎渣子比较少 然后准备喷清水放入花菜 加入半勺食盐 接着再加入一勺面粉 由于花菜的结构比较密集 直接冲洗的话不容易冲洗干净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把花菜当中的虫卵和灰尘彻底的清洗干净 每天都在废禽旺时 偶心力学的焦做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装拌均匀后浸泡10分钟 再准备一点五花肉切成薄片 花菜泡好后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 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洗出来的花菜 是不是特别的干净 然后把花菜放到蒸壁上面 锅里水开之后盖盖大火蒸两分钟 花菜如果焯水的话 很大一部分营养就流失了 所以这里我们用蒸的方法 花菜蒸好后取出来 起锅烧油放入五花肉煸炒 把五花肉煸炒脆油 这样吃起来更香 而且还不腻 接着放入姜蒜炒香 然后放入花菜 然后再放一点青红椒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爆炒酱 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用它做爆炒猪肝爆炒牛肉 辣椒炒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下饭 接着继续大火翻炒 放匀炒出之后再撒上一点小葱段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装盘 用这个方法炒出来的花菜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真的太好吃下饭了 招待客人也非常的有面子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